Leader Class 好來接受這次純層系列Leader Class的G2的雷射柯博文 這次外盒比較值得一說的是他捨棄的那個開窗式結構 所以整個從盒子上你是完全看不到裡面玩具長怎樣的 只能透過他包裝上的這個來一探究竟 不知道是因為他Leader Class 所以要特別保護一下玩具還是怎樣 在他盒子裡面呢就是這樣子 車頭跟貨櫃還有武器分開包裝 但就如果有從電影第一集那個時候的玩具開始買 就真的會覺得那個時候的Leader Class是有聲光 然後有彈簧結構 啊你現在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出來就是顯然就是一個Voyager Class 再加上一個貨櫃就要跟我說他叫做Leader Class 然後賣我Leader Class的價格 啊這個貨櫃分明就是幾片塑膠就完事的東西 就讓人覺得真的是零件的數量或者是玩具的大小等等的 通通都完全不是差一兩個等級可以完事的 就真的是眼睜睜見證孩子寶的墮落喔 這樣子的東西你要說他是Leader Class 真的是讓人很難過 唉 好那跟經典的 這是經典的Deluxe等級 兩個比較一下也可以看到 這個車頭就只是比他大一圈 稍微大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就真的是 就真的是Voyager Class的東西而已 好那因為 他貨櫃只是稍微大一點點而已 其實你比較一下輪子的大小 甚至經典這一隻的輪子跟他 還是差不多大的 所以這個貨櫃跟他也是很搭的 就這樣子搭配起來 就你也不會覺得很突兀 這個不曉得算不算是設計師故意做的一個小彩蛋 好把經典的雷射科拿走 好武器方面他是附了一把能量斧 還有能量劍 能量斧能量斧能量劍 可以結合成一把大劍 如此 好那他是可以 這個斧頭握柄這邊摺別一下 透過這邊的卡扣去扣他腿裡面內部這邊 給他對一下扣下去 再來劍式劍柄這邊 這一面這裡 有個小卡榫可以扣在他底下這邊 腿內側這裡有兩個洞 這樣扣進去 所以他單純的貨櫃車頭是可以收納這個武器的 可是這樣子一收納呢 這個能量斧就會稍微頂到這邊這個接貨櫃的卡榫 就會變得沒辦法 接貨櫃 所以他還提供了另一個收納的方法是 這個貨櫃本身其實也可以收納這兩把武器 那就要先把它打開 就是透過這兩邊 可以 就一樣是透過這邊握柄這個卡扣去扣在這裡 這樣 好 另一邊就是 這邊 這兩個卡扣 一樣去扣劍柄這兩個卡扣 這樣 好這樣子就可以再把貨櫃扣回來 這樣 算是有提供一個還不錯的收納吧 推貨櫃也是每個輪子都可以滾動的 所以他的滾動性算是不錯吧 好 貨櫃先拿起來放旁邊 但我 也不曉得是不是我對他先入為主的偏見還是怎樣 我老是覺得他這邊 會是一個有點斜斜的V字型的 沒有保持一條水平線的造型 因為他下半身整個是 兼用地球崛起的那個 G1柯博文的模具 所以這邊其實我是有點不滿意他的表現 我老是會覺得他這邊好像有點微彎 那個彎曲的幅度很小很小 可是就是讓我覺得 有點討厭 但如果把這兩片膝蓋的裝甲把它摺下來 就不要去理會他手臂這邊要跟這裡做結合的話 就可以再把這一節往上摺一點 這樣子我就會覺得他的 輪子是水平一直線的 所以 這個 兼用的部分就真的是讓人覺得很 為什麼會在這個模具上做這種兼用 就讓人覺得很不解 比較一下 經典柯博文的造型 也會覺得 他這邊這個輪子 跟他這邊的表現是完全不一樣的 會感覺這邊會比較接近實車一點 就這樣子的 並排的大輪子 才是貨櫃車應該要有的感覺 手臂就這樣暴露在這邊 也算是這個 這個貨櫃車頭比較大的一個 破綻吧 好啦來看變形吧 那 這隻真的就是下半身這邊兼用 那這個 兼用他又是省虐過的兼用 就是原本地球崛起的 模具他變形是 腿部這邊還有一個翻折 就是 他是 腿大腿要轉180度 然後再把輪子轉180度 這樣過來的變形方式 但是他整個就是省虐掉了這兩個翻折 所以他 腿部就變成幾乎是沒有任何變形可言 就兩條腿分開這個油罐收進去 然後腳掌翻起來 腿部變形就完了 真的是很偷懶很偷懶 相比起來他的上半身就精彩多了 上半身是這樣 首先這裡 手臂可以先往上翻起來 車頭這裡先打開 再來 車頭這邊直接掰開 就會是他的 G2雷射科博文很標誌的肩膀的部分 這邊內部是一個雙關節 先把他盡量的往外掰 這邊都可以稍微讓一下 再來是這樣 腰這邊給他分開 腿先往下放 再轉腰這邊 把他整個往下放下來 然後去轉動他這一塊 算是他的肚子連 胸部這邊 這裡這個卡扣有可能會稍微卡到轉軸 就要稍微把它掰一下去 讓開這邊 這樣翻出來以後去轉他的肚子這邊上來 卡住胸口 那這一塊要小心 因為他肚子這邊的轉軸 沒有打樁 他是簡單的這樣扣上去 所以這一片很容易掉 這也是這個模具讓人很不滿意的地方 這邊明明就應該要打樁啊 怎麼會在這裡又省虐了 很煩 這樣站起來其實機器人形態就差不多出來了 腰轉180度 這兩片稍微往上翻一下 搖轉180度 我調整一下我的手機 這邊手臂直接轉這一塊 把它轉出來 上面這邊車頭如果會擋到 就都稍微讓一下 把它讓過去就對了 這兩片 車子的車門也要轉上來 後面這一塊就可以蓋上來去扣它 這邊會有一個突起會去扣它裡面的卡順 扣上 另一邊手臂也把它轉出來 不好意思這邊還不能扣上 這個變形 也是有點講究呢 就是 這裡手臂要先轉出來以後 後面這一塊才可以把它往前扣上 好手臂再往前結合 這邊會感覺它有點斷層 就是轉一下上手臂的平面迴轉關節 它就會對到正確的位置了 胸口這個時候就可以蓋下來了 後面這一片翻上來就是機器人的頭部 這邊肩膀放下來 去調整它的雙重關節的位置 手臂就是很常見的長手臂了 這邊拳頭翻出來 手臂蓋上 轉一下拳頭 轉到正確的位置 好那剛剛車頭這邊裡面這一塊面板 你可以把它扣一下 扣起來 再把這整個車頭摺90度這樣扣在背後這邊 那剛剛放下來的地方 就會變成有點類似噴射背包的噴射口 這樣子的造型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翻這一片零件的話 它這裡看起來會是兩個大空洞 所以這邊算是有誠意吧 就是它整個上半身跟下半身比起來 整個上半身的變形是很有趣的 可是下半身就非常的無趣 就 會有這種落差感 就是因為它兼用了 之前的模具 就會讓人覺得很可惜 它整個上半身跟下半身 會給人有一種很嚴重的落差 怎麼會這樣 總之這樣子就變形完成了 變形完成以後 人型是長這樣 有人會覺得它 也是因為下半身兼用了之前的模具 所以會顯得它下半身腿太長了 但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就也沒有到很誇張的 腿很長的比例 反而我比較不滿意的是它 這個頭雕眼睛非常的 不明顯 不曉得是 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就會讓它 整個眼睛是非常不顯眼的 就是我已經有幫它貼了美工膠帶 讓它是 比較一個 會反光的狀況了 可是 還是要轉一下角度 對到光源 它的眼睛才會比較明顯 好 就 頭部後面沒有用透明零件 很詭異 怎麼會沒有用 好 那人物正面長這樣 手臂側面還是有慣例的脫膠 腳這邊 就 大腿是還好 但是 翻到背面來看 小腿後面這裡一樣是 很噁心的空洞 啊 真的 這個東西你說是Leader Class Leader Class 怎麼還會偷膠偷成這樣 好討厭喔 啊 那可動度方面 它的頭 不曉得為什麼 就 沒有做脖子 那 它這個球關又非常的緊 所以它 只能左右 轉動 唉 而且這個 球關真的是很緊 很難調整角度 再來 手臂 可以 平舉 沒有問題 肩膀它底下這一片 肩甲也有做可以翻摺 所以 手臂往上抬 也是不會有干涉的 有 上手臂的平衡回轉 手肘90度 拳頭可以轉 因為它難得這一次 裡面是做一個球型關節 腰可以轉動 腿前踢 稍微小於90度 側踢 90度 有大腿平面回旋 膝蓋 稍微大於90度 腳踝有接力 就 這樣 好 那它的武器 要拿出武器 就要拿出這個貨櫃 把它解開了 剛好順便介紹一下貨櫃的 算基地形態嗎 這邊解開 這兩片放下來 先把它的武器拿起來 好 上面這裡再 翻 折 這裡 把它折起來 透過 這個C型扣也很容易掉 也是很討厭 透過這邊的球關 把這一片 轉一圈 就可以 就可以怎麼樣了 這裡就有一個類似 就是 維修平台的 弦子 會伸出來 這邊 會有一個砲台 那這邊 這一個板子放下來 就 有點類似一個基地 或者說 是一個 砲台吧 這邊可以 旋轉這樣 只不過它這邊 可 這邊也不曉得是 它為了這個 砲台可以很輕鬆的旋轉 還是它真的是 製造上有什麼誤差 反正這個零件是 很鬆很鬆 一捏就會掉的 狀態 是這樣 好 那 柯博文跟這個 砲台搭配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 啊 真的 這個貨櫃真的就是這幾片 塑膠這樣搭起來而已 這樣子一搭你就要跟我說 它是Leader Chris 好啦 劍拿在手上是這樣 是說這個劍不曉得 為什麼它劍柄在這裡 有做一個微妙的凸起 所以會 變成一定要轉這個角度 把這個凸起轉成對應到 對應到它虎口這邊 這樣子才插得進去 我就很困惑 完全不懂 它做這個凸起的用意是什麼 它好像 也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去結合這個凸起 為什麼要特地做這個東西 來妨礙把玩 我不是很明白 拿在手上的感覺是這樣 這個斧頭 算斧頭吧 OK 然後 剛剛忘了講 它這裡胸口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裡面會有這個能源矩陣 這個能源矩陣也是 單獨的一個零件 是可以拔下來的 只是這 呃 沒 沒 好拿下來了 就是薄薄的一片零件這樣 OK OK 好啦 那 這一次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的上半身變形非常有趣 尤其是它的胸部連著肚子轉一圈轉出來的那個瞬間 那個變形是很有意思的 兩片車門往上折上來變成它胸部變成肚子這邊的造型 把它這邊的空洞擋住 也很精彩 可是 真的整個下半身因為是兼用的 所以整個下半身跟上半身你會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下半身就沒有任何變形可言 真的是很可惜 我會覺得 海之寶為了要兼用整個就浪費了上半身的好設計 真的真的很可惜 如果它下半身也是獨立設計新的零件來做的話 應該會有更精彩的表現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吧 這一隻 一方面也是我覺得它很對不起Leader Class的等級啦 實在是不值得買到Leader Class這個等級這麼貴 我會建議等它有特價再買吧 喔然後 肩膀這邊這裡可以打開露出裡面的炮彈 蛋倉這樣 然後兩邊都是可以打開的 好就介紹到這邊吧 真的不建議用原價入手 會建議等特價啦或者是 之後有沒有機會清倉再去買 雖然我個人是覺得這個人型也還是算是蠻帥的 可是真的 這個兼用讓人真的真的很不爽 很對不起Leader Class的等級跟價錢 OK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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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嗎 喜歡 請